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来说再度登上舞台 从红毯到舞台的表演纪念巡场 周深斩获两个奖项 一个是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荣誉 一个是处不可及获得了年度十大军曲的荣誉 舞台上周深朗诵有生之年 演唱两首歌曲《化身孤岛的金和光同尘》 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 这样一份陈天天的奖项 无疑是对周深2020年表现的认可 虽然2020年是不易的 但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之下 周深却带来了超100场的舞台演出 从东方卫视春晚到歌手当大之年 从618晚会到央视中秋晚会 从双11狂欢夜到双12超拼夜 从B站央视跨年到北京卫视江苏卫视跨年 从年初到年终再到年末 六一刻停歇 这年还是忙碌的 但是又是收获满满的 斩获网易云音乐2020年度音乐榜单的九大奖项 年度超级偶像 年度人气华语艺人 年度热度最高艺人Top10 年度人气单曲达拉崩巴Leave 年度人气综艺单曲达拉崩巴 年度人气合作单曲资深庸才等等 又获得了2020娱乐白皮书 年度最受欢迎歌手 如今又斩获了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 而且演唱的歌手触不可及 又获得了年度十大金曲 周深范文感谢大家 说道 虽说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无法控制 但是好的坏的都不要去拒绝去体验 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喜欢的自己和光同尘 是的 人生有太多无法控制的事情 但是不能够因为未知就害怕就恐惧 就不敢去尝试 对于这一切都不要拒绝 而是要心怀梦想和希望 找到那个真正喜欢的自己 喜欢的事情 坚持努力地做下去 何光同尘 无拘一切 而对于肖战来说 虽然2020年度作品有限 也舞台也有限 但是其演唱的单曲通点 也获得了年度人气数字单曲 未到现场的肖战通过了VCR发表感言 说非常感谢能够给我这份认可和鼓励 希望以后能够带来更多作品和大家见面 以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最为艰难的时刻 肖战首次搭档国际制作团队 完成了全新的数字单曲光点 2020年度总销售额达到了一点次业 单曲光点先获获了 华语新专辑销量榜Top1 数字专辑囤货榜Top1 Q音乐丁峰畅销榜年榜的Top1 此前的演唱的主持 也是获得了Q音乐年度综艺榜单人气Top 音乐方面2020年肖战参加北京卫视春晚 亮相经典永流传和耐音合作演唱 千年一声唱 然后独唱主持 然后重新演绎经典歌曲红梅在 登上央视重阳节特别节目舞台 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 参加演员请就位第三季总决赛 演唱用尽我的一切分享里 参加星光大赏和杨子演唱余生请多指教 独唱最幸运的幸运 加盟登方卫视跨年演唱会再度和耐音合唱歌曲 然后又独唱歌曲相爱后动物感伤和野子 音乐方面虽然作品不多舞台不多 但是每一次都是最为惊艳 一首光点活变全年 更是解锁了多项工艺 成为了年度人气数字单曲实至名归 音乐人过去一年的努力和坚持 方才呈现出了TMEA 盛典的舞台璀璨 在盛典上 现身的每一位音乐人 每个音符都是新生 每一句歌词都在歌颂 新的一年再许星光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球 如果你喜欢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